荧幕上秀出孩子们从小到大的身影 昔日美好时光仿佛历历在目 让大人小孩都相当感动 在第一届政大附中成年礼会场 老师开金口唱起经典英文歌 祝福学生昂首阔步 迈向光明人生 台北市府顾问周渝修 也带来科市长拍摄的影片 鼓励年轻学子 另外前总统马英九也亲自出席 还跟台上家长们 来段幽默的问答互动 不管他交的是男朋友或女朋友 会不会 成年代表你有更多的责任 这是我想起来 就在以前有人搞学生运动 冲撞政府机关 结果法官都开门不醉 说他们是公民不服从 那个年代他们主要是抗英文的税 但是他有一个前提 他可以不缴税 但是他还是必须接受法律的制裁 不管做什么主张 你要负该负的责任 包括让家长跟孩子准备互动问题答案 挑选儿时照片 甚至互写家书 感动跟温情场面不时出现 提供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彼此了解到彼此自己其实内心的心理的真实感受 把这样的感受发表出来 让我们彼此能够更能有效的去认识 建国中学建宗他们也办过成年礼 在我们政大户中这是首次来办 经过家长们大家一次 在加大大会上通过 一直来推动 所以我们今年首次事办 第一次来政大会中来办 那反应上目前都还蛮有意义的 多年以后你回过头来想 我的青春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应该是酸甜苦辣全部都有 那也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过程这么珍贵 因为这些酸甜苦辣 未来在你人生里面会留下一些印记 青春的过程里面 你会改错 然后会成长 除了师长带给学子们满满的爱与祝福 家长们也在温馨的成年礼活动中 学习从当孩子人生的带领者 转变为陪伴者 更希望他们能调脱父母的呵护 努力成长迈向璀璨人生 记者顾柴勇 吃饭某道